世界冠军五大镜在近日热播剧《冰糖顿雪梨》中惊奇亮相 客串你主角的师兄还和吴倩上演了一段吃玉米的battle戏 真不愧是世界冠军 这啃玉米速度是把夺冠的速度都拿出来了吧 世界冠军孙杨也是耐不住寂寞跑去跨行 不过在电视剧浪花一夺夺 孙杨干的还是自己的老本行 游泳队教练 这还真是一招先吃遍天啊 再说说奥运跳水王子天亮的夸行处女秀 跳水王子的处女秀是神话剧《牛郎之女》 从浪里小白龙变成了放牛娃 经常被性感的之女笑得面红而吃不甘直视 真看不出这酒精风浪的跳水王子还能这么纯 而曾经的基建运动员董立在退役后 接拍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《爱情的开关》 成功从一名耍剑的变成了富二代 不过这戏外腼腆羞涩的董立 戏内化成花花公子凉妹 这凉妹的技能似乎还要加点啊